我拖着行李箱 穿梭在人潮之中 于机场门口落定 傅寒清的声音 自听筒中传来 江小 我的耐心有限 如今这个台阶不下 就再也下不来了 不就是玩了个洋妞 你在这上纲上线 威胁谁呢 我的位顿时翻江倒海 重申一句 我是和你分手 分手 江小 你来国留学 还是我付家花的钱 没了我的支持 江家还有你的容身之处吗 还是说 你想靠着你那点金融天赋 出去闯荡 又或是靠你那张 不再新鲜的脸 傅寒清好似听了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般 讽刺的笑声 断断续续地从听筒传来 自卑和无措 将我顺时勒紧 我的呼吸困难 只能紧紧握住脖子上的水晶项链 这 还是她还爱我的那年送给我的 名为 最真挚的爱 呵 见我半赏未回 傅寒清软了口气 小小 乖一点好不好 我会和她断了 父夫人的位置 永远是你的 亲密的称呼 好似一下子将我们拉回之前 我有些恍惚 刚想张嘴 便听见亲吻的水字响和女人甜腻的撒娇声 我心底煞时间一片漠然 一旦心软 那么我的苦难便是我应得的 你的狗屁位置 谁爱要谁要 呵 江小 你这欲擒故纵的一套 我看都看累了 走了就别回来了 省得找我晦气 傅寒清冷声两句 随后便是一阵盲音 我有些脱力 没想到 我竟然真有一天下定决心 结束这段不健康的关系 习惯使然 多年爱恋 真的做到一刀两断 心间还是会犯起密密麻麻的痛 好似小虫啃事 绵延不绝 我脚下一软 却落入温暖的怀抱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可不带这么碰瓷儿的 我抬起红肿的眼 入目的是一张 极其明媚张扬的脸 漂亮的少年 浑然天成的纯净气质 好似落入人间的天使 有点眼熟 不确定 再看一眼 傅 傅怀安 记忆中的臭屁小孩 渐渐和眼前的明艳少年相叠 很好 大家都偷偷变时尚了 就把我一个人留在村里是吧 我太过震惊 一时间竟忘了伤心了 我在呢 姐姐不用这么大声吧 傅怀安弯着腰 凑近我低声轻笑 我盯着他浓密的眼睛 脑子根本转不过弯来 看这么久还不够 傅怀安挑眉一笑 将我扶了起来 我借力虚靠在他的怀里 竟消散了些许不安 你怎么来了国 真不巧 我本来还以为等回国时 能见到你呢 我缓过神来 摇头苦笑 看来真是伤心的日子多了 人都妈了 竟然如此失态 要人抱财起身 既然如此 那你要谢谢我 为你节省一张机票 嗯 今天可是我十八岁的生日 之前就算了 成年里再缺席 就说不过去了吧 他歪头 精致地卷发 宛若海藻 我叹了口气 抱歉 以后我必然给你补上 你说话 才不算话呢 我什么时候 不算话过 我无奈地揉揉他的脑袋 他却轻皱眉头 一把抓住我的手 按在他的胸口 姐姐 你听听我的心 跳得快不快 我闻言 连忙放下行李 马不停蹄地 将他送往最近的私立医院 实在不是我不解风情 自我和傅怀安认识起 他就身体不好 体弱多病 要是不小心撅我这了 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江女士 傅先生的问题 有点 主治医师是个外国人 他面色古怪地 看了床上的傅怀安一眼 我紧皱眉头 赶忙追问 非常严重了 医生和傅怀安 交换了个眼神 轻轻嗓子 这个跟心情有关 一旦心情不好 就会发作 所以一定要尊重病患意愿 听医生不愿多说 我有些头脑风暴 心中不好的猜测过了几番 刚经历过诸多不幸 只能下意识想到最坏的结果 而不幸 当时生命承受极大的苦难时 才能用得自 源于我世事的父母 叛变的爱人 我心中沉重 给傅寒清打去电话 傅怀安是他的弟弟 人在异国他乡 于情 我通知一声 也好早点抽离 可电话紧通了一声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 便夺去了手机 我抬头望去 傅怀安敞开的衣领 贴着新电贴 脸颊微红 姐姐 我们去过生日 好不好 接到江晓的电话 傅寒清 向身边的朋友楚玉晨 晃了晃手机 你看 这女人嘛 还是不能惯着 多打击才能听话 这才多久 她就来求和了 厉害呀 傅总 调教有方 楚玉晨满眼艳羡 你也多学学 傅寒清漫不经心地 把玩身边女人的金色长发 语气里全是狂妄 唉 瞧瞧可比不得江晓好拿捏 一言不合 就要搞什么火葬场 若不是怕依娜跟着我吃苦 我早给她换了 楚玉晨举起杯子 一脸无奈地向傅寒清敬酒 火葬场 那都是小男生小女生玩的把戏了 要结婚的女人了 就成熟点 傅寒清与她碰杯 将香槟一饮而下 哈哈 清歌说的是 但是你就真不怕江晓生气 不再理你 楚玉晨摇晃酒杯 眼含深意 不理我 只有我不理她的份 她现在指不定 找哪个角落偷偷地哭呢 到时候 她受不了回来找我 我再哄几句就好了 傅寒清又将外国女人搂在了怀里 惹得她娇笑连连 如今 我的确如她所言 躲在角落 但是并没有再哭 可 我依旧很头疼 说好了 给傅怀安庆祝成年 来酒吧过十八岁生日 可谁也没说 这小子沾杯就醉啊 他像个人形大狗狗一样 将我整个圈在怀里 我毫不怀疑 如果他有条尾巴 必能将四周的地面 扫得一尘不染 微醺状态贴着他的胸膛 我一侧眼 就能瞥见他的上身 好菩萨 身材可真好 不对 现在应该是想办法 把这个麻烦经解决掉 怀安 我给你打车 送到你哥那里吧 酒吧的声音又吵又闹 我和他紧贴着 嗅到他身上的清香 竟有些安心 不要 你又要丢下我 傅怀安俊秀的鼻梁 蹭着我的脖子 撒娇 这谁不迷糊 但我是个好人 怀安 清醒点 我一正词严地掰过他的脑袋 本想让他离我远一点 却又将他拉近了些 他湿漉漉的眼睛盯着我 思索一阵 好吧 那你陪我玩头子 赢了我就回去 真的 我心一横 他醉得像狗一样 赢他还不是分分钟 可我当时太想摆脱他 没注意他眼中 一闪而过的脚下 所以 第一局 我就输了 但是 我耍赖了 一定要三局两胜 然后 三局两胜我也输了 我咬牙切齿地 瞪着眼前 最熏熏的少年 傅怀安 他修长的手指 包住我气鼓鼓的脸 面上挂着 恶作剧得逞的坏笑 你输了我不回去 你 还要被惩罚 什么惩罚 我们定了什么惩罚 我刚想质问 他便低下头 狠狠稳住我的唇 哦 他的嘴巴冰凉清爽 带着一股清淡的酒香 唇齿相依 他强势地掠夺我所有的呼吸 我的手指卡在他的锁骨缝隙里 怎么推他都推不动 反而被他另一只大手 死死抓住 酒吧喧闹无比 无人注意角落里 暧昧纠缠的男女 我一阵耳鸣 感觉即将被吻死时 傅怀安才放开了我 我反手便将他推开 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的空气 傅怀安 你疯了呀 我可是你 我的什么 傅怀安指尖流连他非力的唇 笑得玩味 你不能 不能什么 我没想到他如此厚脸皮 根本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惹不起 躲得起 我起身便要走 衣角却被钻住 我居高临下 看着眼前委屈 无害的少年 姐姐 你是生气了吗 对不起吗 人家没有忍住 他抬着头 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 我知道你很不开心 我割得错 我也有连带责任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眼瞎 有人是一直在意你的 傅怀安的脸 美艳到雌雄莫变 但他年龄小 此时这种神态 看着颇有一种怜惜感 我不由地放下脚步 姐姐 我们好好喝酒 不闹了 他见我回头 连声认错 随后将我拉回卡座 酒一杯接着一杯下肚 傅怀安有一件事 说得没错 人是不能憋着的 无论是愤怒还是委屈 曾经傅寒清让我受气 我只能忍着 实在伤心 也只敢找个无人的地方 偷偷地小声唾弃 那些难眠的漫漫长夜 搓磨我的意志 我下意识怀疑 自己真的有存在的意义吗 为什么我如此努力 却是不被爱的呢 我害怕夜晚又恐惧沉曦 时常瞪着眼 彻夜失眠 我像个鼓掌的气球 里面填满了负面情绪 不如好好醉一场 醉酒后 也不知是谁主动 半推半就地来到酒店 我趴在傅怀安身上 将他整个人堵在床角 力声质问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是长得不漂亮 还是做得不好 胡说什么 你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人 不对你是把我当成谁了 傅怀安小心翼翼地 蹭了蹭我的鼻尖 我被他这讨好的动作顺了毛 轻轻笑了起来 看你也被我骗到了 哼 我被你骗的 岂止是这一两次 你骗我 傅怀安眯着眼睛 嘴巴飞快地动起来 可惜我喝得太多 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胡说 胡说 我只觉得他很吵闹 想堵住他的嘴巴 一口咬了上去 傅怀安吃痛 捂着嘴 漂亮的桃花眼 定定地看向我 姐姐弄疼我了 分明是有引诱的意味 疼 还有更疼的 我脑袋混乱 听他说疼便开心起来 将他扑倒 上衣四散 我对着感兴趣的地方 狠狠咬了一口 嘶 我只听傅怀安闷哼一声 便整个人被翻转过来 双手被向上拉起 傅怀安暗哑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热烫的气息 让我浑身酥麻 姐姐会弄疼我 但我可不会弄疼姐姐哦 话音落后 我便陷入了 永无止境的爱欲里 那一晚 我理解了 何为翻云覆雨 除去出世 傅怀安的体力 便好似 永动机一般 而且食不知味 我时常沉浸在半梦半醒中 随后又伴着一阵静攒惊醒 破碎的声音流露而出 而宛若美神降临的傅怀安 正倾着我的脚趾 姐姐 又醒了呢 有没有弄疼你 我一句完整的话 也说不出来 原本玷污少年 老牛吃嫩草的罪恶感 在这一整晚 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我更没想到的是 还有一晚 整整两天 我和傅怀安 将能想到的地方 试了个遍 试试就是试 傅怀安 更是每时每刻 都要粘着我 甚至是 吃饭时 姐姐 你怎么不吃 不是很饿了吗 她也就嘴上一副 正经模样 我被她狠狠喂着 饭 这两天的疲惫 都快抵过我和傅寒清的三年了 而且 傅怀安脸皮后 洗脑和夸夸的话 一箩筐一箩筐往外说 拖她的福 我再也不敢自卑了 如今我是幸福了 但是我不知道 外面已经变天了 我乘坐的那架航班坠机了 傅寒清刚得知这个消息时 还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一脸的不以为然 她刚经历宿罪 眼底一片红血丝 楚玉晨 你什么时候成江小那边的人了 楚玉晨拿着电话 沉声说 清歌 那趟航班是乔乔跟她一起定的 错不了 电话那头 乔安然也应声复合 哼 搞恶作剧也要有个尺度 难不成又是想让我哄她的新花招 傅寒清皱着眉 语气里满是怀疑 傅寒清 你是不是有病 你当你是什么香伯伯 小小要用生命的代价 求你哄她 乔安然带着哭腔吼道 跨国电话的话筒 滋拉滋拉地响 傅寒清语气不善 携了楚玉晨一眼 管好你女人 你要管好谁 傅寒清 小小要是死了 我就和你拼命 乔安然不管不顾地怒骂声传来 傅寒清不耐烦地按了静音 随后她拿起遥控器 将电视的音量调大 本次航班因不明原因坠机 机上配备安全设施 紧急迫降后 旅客暂时没有伤亡情况 但 有意思吗 傅寒清像是赌气一般 将音量越暗越大 音量渐满直之时 电视正巧播放那句 以下是失踪人员姓名 江小 二十五岁 巨大的声音 回荡在别墅里 傅寒清愣在当场 坠机 失踪 生还的可能性 基本为零 清歌 傅寒清看不下去 将电视关闭 失踪的是江小 没人骗我是吧 那 那个电话 会不会是 他的 傅寒清说到最后 失了声 是 江小的临别电话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想的 还是他 傅寒清 清歌 小小是有福气的 肯定不会出事 楚玉辰拍拍傅寒清的肩膀 声音干涩 这话 太不中听了 江小才 不是有福气的人 一年前 他父母双亡 他的爱人被判 如今 他又乘坐了这趟坠机的飞机 好像是所有苦难 都找上他似的 他真的不会出事吗 楚玉辰都知道 他在骗他 傅寒清怎么不懂 他突然疯了一般 跑了出去 那天 穿着一只脱鞋的傅寒清 十分不得体地 跑去了事发现场 这位先生 我们还在搜寻失踪者当中 若他是跳伞失败 可能会被埋在 相关人员 用英语和傅寒清交流着 可他却不管不顾地 只能听见 埋在这片区域 我要把他挖出来 他肯定还活着 傅寒清猛地 推开身旁的人 一股脑地 扑进残骸当中 徒手挖了起来 可惜天宫不作美 原本晴朗的天气 突然下起 瓢泼大雨 就像冥冥之中 有人阻止傅寒清一般 先生 请不要伤害自己了 来了好几拨人 阻止傅寒清继续 可他还是固执地 将他们推走 血浑着泥土 粘在他的伤口上 江小还活着 他一定还活着 他还没等到我低头呢 他还没消气呢 怎么会死了呢 我对不起他 我不该不接他的电话 我会找到他 找到他 带他回家 傅寒清 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不停地挖着 正巧附近 有很多记者 将这一画面 向全世界直播 这是怎么了 好感人的爱情 狗屁爱情 你听听他的屁话 老娘可看多了 没准是死人文学 追欺火葬场 破镜不重圆了 我看也是 老胡子选手了吧楼上 但愿女主角生还 独美 不管怎样 这场直播火了 一时间 全世界都在找我 我也算活着 体验了一把 被全世界爱着的感觉了 心情微妙 傅怀安冠会破坏氛围 我哥怎么那么蠢 他将我搂在怀里 下巴垫着我的脑袋 你要真埋下面 手能挖出来 他败就败在 不会用挖掘机 我就比他聪明得多 我无言 是啊 谁有傅怀安聪明啊 只要挖掘机挖得好 他老哥墙角都赶凿 这么看着我干嘛 姐姐你又要 这样不好吧 傅怀安闽唇冲我笑 翻身将我压在平板电脑上 傅 傅怀安 我推着他的胳膊 怒叫 我在呢 姐姐 不用这么大声 傅怀安亲亲我的眼角 将我刚刚心底泛起的酸涩 一并带走 不得不说 他是位好情人 聪明又好学 这一天一夜的连绵不休 竟将我的伤心事驱散大半 所以 难过就得做 一次不够 就两次 两次不够 就向傅怀安靠其吧 但是人也不能太贪婪了 我打算和他分开几日 好解开这个乌龙 傅寒清的心情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我还有朋友呢 想到瞧瞧 我的手机一直关机 他一定都急坏了 姐姐 你走了 下次还来吗 傅怀安看我捧着手机 不死心地咬着我的耳垂 企图引起我的注意 我来 我来 我来个六啊 年轻人 要节制啊 我摸摸他柔软的头发 嗯 好像大狗狗 哼 说我不行的是你 说要节制的也是你 女人心 还抵真 傅怀安气鼓鼓地拉着我的手 小声吐槽 我突然想到那碗模糊的记忆 好吧 千万不要对男人的第一次平头论足 不然会下场很惨 回去后你不能和我歌旧情复燃吧 傅怀安从后面抱住我 暗戳戳地说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拧着眉给他一个脑瓜棒 我不会不如他 吧 傅怀安沉默一秒 小声叙道 我眉头一紧 你在说什么呀 我将浑身痕迹包了个岩石 告别了大狗狗 和朋友们解释完 我刚回到别墅里 便被一身狼狈的傅寒清 堵了个正着 他应该是从储玉尘那 得知我还活着的事 我觉得这样正好 省得我再去找他还项链 虽说他像他的爱一样不值钱 但我心底还是想给这段感情 一个结尾 最重要的是 给傅怀安一个正式的身份 傅寒清淋了雨 胡子拉叉 看起来很糟糕 小小 我皱着眉头 看惯了美颜 在盯着这样的傅寒清 不知怎地有些不忍直视 你没死 太好了 傅寒清猛地上前抱住我 狠狠地松了口气 傅玉尘在旁边小心地拉了拉他 小小 经此一遭 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以后再也不会不顾念你的小情绪了 傅寒清在我的耳边喃喃自语 燃我一身脏污 他心中的石头落地 却丝毫不顾我又重新提起的情绪 我突然在想 如果是傅怀安 必然会先考虑我的吧 同事兄弟 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小小 傅寒清抬起满是胡茶的脸 轻声换我的名字 傅寒清 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将他推了一个量抢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我微愣 好像没用多大力气 但是我习惯用这股力推人了 没想到傅寒清这么虚 小小别说气话了 那个女人 我以后也不会再联系的 还有 你之前不是说想做金融方面的工作吗 大不了我给你在傅家安排职位 傅寒清口若悬河 似是不断将他握着的筹码往外抛 直到说出我最心动的那个 我一阵阵心寒 满足一切愿望是爱情的最危险试探 我和他在一起 三年 如果说他曾经的背叛 让我觉得心痛恶心 但最多也只觉是识人不清 他到底还是有优点的 可如今 我觉得他曾经的所作所为 好似是精心伪装过的 那一套没了我爱的保鲜 很快就变得腐烂 他明明知道我的理想 我的所需却还是刻意打压掠夺 是到如今 他以为我还会回头吗 傅怀安说的没错 是我的爱 让他割望了照镜子 我们已经分手了 傅寒清 我一字一顿 脚步后退 与傅寒清拉开距离 傅寒清眼底泛红 颤着手质问我 为什么 为什么 爱人不忠 永生不用 我重复他的话 痴笑一声 真正的爱情 毫不宽容 小小 你别这样 清歌都知道错了 楚玉辰见情况不妙 掺一脚要做何事老 错了 你们能知道什么错 楚玉辰 自己屁股还没擦干净 别过来掺和我的事 我冷笑一声 看向楼上的柔弱女人 这是我和乔乔的事 别迁怒依娜 楚玉辰立马打抱不平 滚 楚玉辰 我不许你这么和小小说话 傅寒清怒喝出声 别墅里顿时静的连根针 掉在地上都听得清 她一步步走近我 想要抱我 却突然愣着 你的项链呢 我面色一白 见她看向我的领口 连忙伸手挡住 可她还是撇见我衣服下的红痕 这是什么 江小 这是什么 傅寒清愤怒无比 上前猛地拽开我的领口 不要 她没有理会我的反抗 衣衫破碎 我脖子上清清紫紫的痕迹 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毫无尊严 你 你和哪个肩肤鬼混去了 江小 亏我还在为你伤神 傅寒清揉碎手中的布料 面色阴沉得好似低沫 我捂着衣服 屈辱不堪 傅寒清 我和你分手了 和谁在一起 那是我的事 分手我同意了吗 我傅寒清用过的女人 我看谁敢接盘 她的声音在别墅里回答 话中的羞辱 让我难以自容 只觉得呼吸困难 冷汗连连 直到一声痛呼 让我惊醒 温暖的外套落在我的身上 傅怀安 傅怀安 我的心声和傅寒清的怒吼重叠 哥 你是不是年龄大了 早更了 说话这么大声 也不怕把自己脑髓液震出去了 傅怀安慢悠悠地嘲讽 将他奔三的大哥 差点弃绝过去 你把江小放下 放下 放下 哥 女朋友可不能说放下就放下 万一找不着了 让人抢走了 可怎么办 傅怀安低下头 冲我安抚一笑 女朋友三个字 将在座各位都雷住了 我不忍直视地捂住眼睛 恨不得再长出一对手臂将耳朵也堵死 虽然傅怀安抚着我 我很开心 但是她的方式怎么总是这么出奇制胜 你 你疯了呀 她可是你嫂子 傅寒清是真的被气疯了 不顾脸上的伤 大声怒喝 什么嫂子 你俩领证了 法律都没承认的是 你自作多情什么劲 不过 你马上就要有地习了 傅怀安说的话又见又欠 林了还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行 她是真狠 傅寒清被气得深呼吸好几个回合 最后强装淡定 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我把这是告诉妈 傅怀安闻言冷哼一声 哥你自己去玩过家家的游戏吧 我已经十八了 得和媳妇去过成年人的世界了 绝杀 傅寒清当场就被弃绝了 傅怀安趁乱将我偷了出来 告妈这事 傅寒清不是说说而已 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父母的电话 邀我在咖啡厅见面 因为在国 室内的华人面孔十分显眼 我几乎是一开门 就看见了珠光宝气的父母 仿佛下一秒 就要向我推来一张支票 我心中忐忑 落座 她冲我微微一笑 我曾经和傅寒清在一起时 见过父母几次 她永远挂着那张得体的笑脸 让人猜不清她的想法 但是我知道 她不是那么地喜欢我 特别是我父母过世后更深 富贵人家 谁会喜欢对公司毫无帮助的儿媳妇呢 我清楚明白此事 为了更名正言顺地站在傅寒清身旁 我拼命地学习金融 可学着学着 到真生了兴趣 有了理想与规划 只是可惜 在傅寒清身上 蹉跎了的岁月 小小啊 我听说那件事了 是寒清对不起你 父母一向喜欢开门见山 我心中已开始思索 一会地应对之言了 如今淮安想要赎罪 若你想要接受 就请接受吧 嗯 我的脑袋一时没转过弯来 父母见我呆愣 五唇一笑 不好意思呀 小小 让你见笑了 淮安自小身体不好 是我自己拉着大的 确实是更天心一些 随即 他向我讲述了 父怀安的暗恋之旅 他第一次见我时 我们还不大 我是作为同学身份 被邀请到傅家玩的 傅怀安小时候身体不好 性格非常内向 和外人几乎不交流 我去的那天 正赶上他过生日 为了哄他便和他玩过家家 我当了他的新娘 说以后每年都陪他过生日 他就这样记着 记了这么久 怪不得 他说我骗他 可是 这也不足以让他喜欢我 呃 我脱口而出我的疑惑 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扑 小小 你想想 他那个性子 只有你不厌其烦 和他一块玩 他又跟着他哥 耳濡目染的 年少的心呀 一扑到一个人身上 那是一辈子 也忘不掉的 父母抬着眼 不知在思索什么 眼中满是怀念 听了他的话 我拾起许多 遗忘在角落里的记忆 的确 我们在一起 独处了很多次 还包括两年前 我和傅寒清 一起回国 当时 我还当傅怀安 是小孩 哄他玩捉迷藏 我们却好巧不巧 躲在了一个柜子里 黑暗中 我听得青少年 怦怦直跳的心 却没读懂 他蕴藏在心底的感情 也许 他的爱意 早在我瞧不见的地方 生根发芽了 那长久后的意外 更像是他预谋多年 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 你们 要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父母拉过我的手 微微一笑 我正想回复 头顶上便出现一个戒指 小小 嫁给我吧 我一抬头 笑将在脸上 是傅寒青 他穿着裁剪和身的西装 疯子依旧 但脸色苍白 眼下乌青 显然是没休息好的 父母显然也没料到 傅寒青会出现 忙去瞧我的脸色 我轻叹一口气 冲父母歉意一笑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不想分手 小小 你嫁给我 我们一辈子 在一起好不好 以后我会断了那些 莺莺艳艳艳 绝对不会再爱你的眼 傅寒青一脸渴求地望着我 在他母亲面前 他几乎是全无尊严 够了 傅寒青 你没闹够 我都要看够了 别做得这么难看 还有这个 我上次就想还给你了 可是你当众将我衣服撕破 我没找到机会 我拿出他曾送我的那条项链 放置在戒指盒上 伯母失陪了 说完 我便要起身离开 别走 小小 傅寒青拉住我的衣服 恳求道 是不是我跪下求你 你就能原谅我了 我气血翻涌 冷冷看着正屈膝的傅寒青 别叫我 看不起你 傅寒青没了一瞬 便又想来拉我 被一只修长的手打掉了 哥 你怎么能趁人之威呢 不过 我撬你一次 你撬我一次 我们就扯平了 不对 你撬了我两次呢 哥 但是我很大度的 希望你也可以很大度 如果让我从别人那听到 有的没的 傅寒安比傅寒青高了半头人 虽年轻 可气势很足 居高临下的模样 颇有些威胁的意味 不过撬了两次 是什么鬼 被傅寒安牵着回家时 我问出了心底的疑问 这个呀 傅怀安走在前面 回过头看向我 眼眸里好似成满星星 因为最先喜欢你的人 是我傅怀安哦 是你 我重复他的话 心中有什么东西 破土而出 我曾说过 傅寒青是我的救赎 因为每当我有什么困难时 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出现 为我解决麻烦 但是 我却忽略了一件事 他不是每次都在场的 却总能以合理的时间出现 我盯着傅怀安明媚少年 和记忆力的小萝卜头 渐渐重合 是啊 傅寒青不在场 可是每次傅怀安都是在的 哼 若不是有血缘关系 我才不想让他做我哥 仗着小时候身体好他 许诺我的帮忙 都是骗我分出手中的股份 不过这也就算了 后面他知道我喜欢你 竟然也想把你抢走 但是他到底是自私的 庆祝你早日看清 他丑恶的嘴脸 回归真正爱人的怀抱 小小抱抱 傅怀安弯着眼睛 夕阳将他全身 镀上了一层光 他向我伸出手 我跳进他的怀抱 少年的身躯皆是健朗 为了摆脱病弱的身躯 应是付出好多努力 他将我抱回了住处 一进门便将我抵在玄关处 干 干嘛 我意识到不妙 干嘛 他重复我的话 堵住我的嘴巴 意乱情迷之际 他握着我的手 擦掉他嘴上沾染的唇枝 按到身旁的文件上 我心中一惊 瞪大眼睛看他 傅怀安笑声在我耳边 断断续续 你怕什么 我还能把你卖了不成 这是我名下所有股份和财产 从今以后 我不要你因外界因素 束手束脚 举步维艰 我不要你再过分依赖他人 患得患失 我要你自己救赎自己自己 成为自己的底气 小小这是我能给你的 最好的祝福 一股感动的热流 自我心中蔓延而出 他却坏心眼地用上力气 怀安 我抱着他的后背 失声尖叫 我在 姐姐 不用说得那么大声 故事二老公在外面养了好几个情妇 我装作不知 每每享受我的贵妇生活 第一次 吕勇和我提离婚 我歇斯底里 我不同意离婚 第二次 吕勇在公婆面前提出和我离婚 我说离婚可以 孩子归我 家产分我一半 我立马签字 吕勇 好 我答应你 你可以签字了 从那之后 我再次听到吕勇的消息 是他快要死了 这个消息来源于一场姐妹茶话 桌上六个女人 除了多年好友勤晚 其他人四位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吕勇的前妻 今天的局是秦婉组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就是几个女人闲时的茶话 秦婉经常带我来这种局 我知道她的意思 想让我在S市建立新的交际圈 秦婉从不会邀乱七八糟的人来 所以我也乐意来茶话吃茶点 女人们聚在一起 聊天话题自然少不了一些家长里短 和各种八卦 落座不久 做我左手第二位的小月 首先抛出话题 哎 你们信不信现实报 看她的表情 明显是有料 我们也不催 盯着等她继续往下说 小月抿了口茶 继续道 你们还记得我以前提过 我有个表妹在Z市公立医院当护士吧 我眉头一挑 Z市 那我可熟 小月缓缓道来 他们科室最近收了个病人 男的 三十五 肝癌晚期 我旁边的琴碗接了一句 三十五 正当年 小月轻点下巴表示肯定 接着道 这男的年轻时 娶妻生子 三十岁辞职 做钢材生意 也是让他抓住机会了 生意一下就起来了 都说男人一有钱就变坏 这男也不例外 瞒着老婆在外面包了好几个 过了一两年 就有个情妇怀了身孕 这时候 男的和原配提离婚 要娶那情妇 原配各种挽回无果 最后签了离婚协议 带走了孩子 财产都没得到多少 听到这 旁边的琴碗看了我一眼 我对她笑了笑 不巧 我就是小月说的 这是李的原配 那三十五得了肝癌晚期的男人 正是我的前夫吕勇 除我之外 在场人里只有琴碗知道我的身份 小月旁边的张敏插了一句 然后离婚后 这男的就查出肝癌了 这报应来得倒是快 小月看了张敏一眼说 不止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前妻比较忘她 自从离婚后 那男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还被人带着 开始玩股票 结果就是在股市亏了好多钱 好几套房产都完美了 这时候又查出来肝癌晚期 二婚的妻子 眼看着那男的药垮 在病房里闹着要离婚 桌上一阵唏嘘 姐妹几个轮番讨伐 话题又扯到别的去了 总的来说 小月说的大致是对的 但是细节处还是有失偏颇 根据小月的版本 那男的提了离婚 原配苦苦挽回无果 最后无奈之下签了协议 带走孩子和一半财产 其中原配苦苦挽回无果 属实 但是要说财产没拿到多少 不属实 吕勇那个情妇很有本事 逼吕勇离婚娶她 我早料到吕勇只想尽快 让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不想打官司走流程 浪费时间 我就演 装作我没有她不行 拼命挽回她 无论她说什么 我都不要离婚 闹得她不耐烦的时候 再转变成心灰意冷的模样 提出带走孩子和分我一半家产 作为签离婚协议的条件 大学毕业以后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即时 工作了几年 随着年纪增长 身边自然而然就有同事 朋友给你介绍相亲对象 我不排斥相亲 而吕勇正是我的第三个相亲对象 经常有人说我长得不错 除了外在 我其他条件其实很一般 相比前两个相亲对象 吕勇的条件很不错 公务员 本地人 独生子 父母健在且都在体制内 他的条件完全可以找比我更好的 这是事实 我不一样 当时我可能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的我简直天真过头了 身居高位不是他的目标 他当然没有必要去条件最好的那个 他只需要一个家世普通 父母满意而且好拿捏的女人 当时我对他第一印象很不错 加上他的外在优势很明显 模样端正 第一次见面过后 我们开始频繁接触 接着我们很快确定了关系 谈了近两年的恋爱 吕勇是个温柔体贴的人 恋爱期间经常接送我上下班 周末则带我在Z市周边吃喝玩乐 说实话 恋爱的两年间 我的幸福感特别高 单位的同事都说我找对人了 Z市离我家很远 我很难做到每周末都回家看望父母 令我窝心的是 我和吕勇的感情稳定之后 稍微长点的节假日 吕勇都陪我回家看我爸妈 我的父母从见他第一面 就很喜欢他 对他一百个满意 他就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 细心周到的人 没有人会觉得他哪里不好 吕勇的父母感情甚度 对我也很好 他第一次带我回家见他父母 伯父伯母准备很充分 那一次的见面真是让我感受到 他们一家对我的看重 吕勇家里找人算过 领证那天是个很好的日子 包括天气 天空放晴 结婚典礼办了两场 第一场在我家那边办 第二场在Z市 公婆送了我们一套精装的婚房 并且也没有说 要住一起的意思 这正合我意 住一起婆媳关系容易紧张 为了方便我出行 吕勇给我配了一辆小车 而他则继续开他的旧车 吕勇曾主动把工资卡交给我 但是我没要 因为他付出比较多 自从我们住进婚房 因为家里开支的大头 都是吕勇来 碰上各种纪念日 他都给我发红包 送礼物 很快 我发现我怀孕了 吕勇很开心 那个欣喜若狂的程度 是我以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 自从查出身孕 公婆开始每月都往我的卡上 画一笔育儿金 这笔钱比我的工资还要多 婆婆说 养孩子不容易的 你们小两口第一次为人父母 我们会帮助你们 其他的不用太担心 婆婆这番话让我特别感动 孕期的产检几乎都是吕勇陪我去的 偶有一两次是婆婆陪我 我和吕勇都说 我们的宝宝是来报恩的 怀他的时候 我的妊娠反应不大 出生后也特别好待 饿了就哭两声示意 睡醒了就自己一压说话 不闹人 宝宝的大名叫吕瑞杨 公共娶的 小名是我娶的 就叫宝宝 宝宝年满三周岁 公婆才停止 每月往我的卡上画育儿金 转为一年 给宝宝画一笔 金额很可观 说实话 从毕业到找工作 相亲 恋爱 步入婚姻 怀孕生子 我一路都很顺 婚姻幸福 宝宝聪明懂事 公婆大力支持 单位的大姐爱拿我打去 她总在我面前说 怎么好事都让你碰上了 这种时候 我只会笑笑 是啊 为什么好事都让我碰上了呢 大概是我运气爆棚吧 宝宝三岁 开始上幼儿园了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吕永第一次和我说她想辞职 那天是一个周末 宝宝被接去公婆那 家里只有我和吕永 沙发两头 我们一人一边 摊着看搞笑综艺 综艺进入广告时间 在我起身想去找手机的时候 吕永突然开口了 她看着我 说 老婆 我有事想说 她的眼神很坚定 刚起身的我坐下迎着她的眼神 问她说 什么事 这时候 她又不说话了 只是看着我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 我再次问她 什么事吗 她说 我想辞职 我想去试试做别的 电视里放的广告 闹得我分神 我关掉了电视的声音 问吕永 辞职这个事 是你想了很久的吗 你想是别的什么 吕永 现在的生活 我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 老婆 这是不是我一时兴起 你知道我的 我想做生意 合伙人是周扬 你认识的 婚礼上 是我第一次见周扬 据吕永所说 周扬是从小玩了 很多年的好朋友 原先家庭背景 和吕永差不多 后来周扬父亲高升 调到了省中央任职 周扬一家搬离Z市 周扬要回Z市吗 我问 吕永回答 是 他爸快退休了 他们一家要搬回Z市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不是吕永不靠谱 也不是周扬不值得信任 生意上的各种官窍 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 做生意风险很大 吕永今年三十了 在单位位置 不高也不低 我们俩工资还可以 两车一房无带 养孩子 还有公婆的支持 生活压力几乎没有 生活水平 也比很多同年段同事要高 做生意成功的人很多 同时失败的也不少 我很清楚这一点 周扬还没成家 家庭方面顾虑较少 吕永和他一起做生意 如果成功了 那是最好 可是如果失败了 我和吕永无所谓 只是宝宝还小 以后读书用钱的地方 还很多 我不敢让吕永冒险 我沉默的时间有些长 直到吕永的手心 附上我的手背 我翻过手腕 和他实质紧扣 老公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不反对 等宝宝再大一点 保障再多一点 你再尝试 好吗 吕永说 好 谢谢老婆支持我 宝宝不在 今天咱们出去吃饭约会 那天约会他心情很好 之后也再没和我说过 想辞职 我以为这是 就这样暂时放下了 我不知道的是 吕永和周扬 已经开始行动了 到了年末 那天中午 我从单位吃完饭 回家午休 进门换好鞋 就看到吕永从我们的房间走出来 老婆 我有事想说 吕永停在我面前 一模一样的开场 时隔大半年 吕永复刻出上次的情景 嗯 你说 我边说话边 走到沙发边坐下 吕永也跟着我在旁边坐下 他没说话 从兜里掏出来一张银行卡 放在我手上 那是我的卡 很久没使用 里面没多少钱 什么意思呀 我问吕永 他一脸神秘地说 你猜里面有多少 可能有一两百吧 不记得 很久不用了 老婆 我和周扬试水了 就之前和你说完之后 这卡里有八十万 我赚的 给你 我有被吓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 吕永和周扬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老婆 后来我想想 辞职做这事是冒险了点 就私下尝试了一下 没想到结果能成 现在我确认这条路可行 吕永一口气说完 现在行情不错 所以我想辞职 好好做这个事 吕永接着说 不给我反应的时间 好啊 那就辞职呗 我没意见 吕永说给我的那张卡 我后面去开通了 短信通知业务 渐渐的 短信收得越来越多 卡里的金额 一笔笔叠加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我们一家三口 搬出公婆送的房子 住进位置很好的小独栋 吕永很少和我说 生意上的事情 我也不主动问 那些弯弯绕绕的 我不明白 吕永给我的钱 我都好好给孩子存着 吕永生意很忙 说实话 我不清楚 他在外面生意做到多大 我只能从不断翻倍的 银行卡余额中推断出 现在的吕永 大概站在封顶 新家里长年有三个人 我 孩子 和阿姨 搬家后 在家里见到吕永的次数很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和吕永面对面的交流也没有了 微信上的聊天话题 也都是和孩子相关的 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我很清楚 我知道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不知道具体数量 传到我耳朵里的就有三个 依照我年轻时候的性格 我宁可离婚 也不要名存实亡的婚姻 在我心里 这段婚姻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不会主动和吕永提 因为我想得到更多的财产 所以对于他在外面的种种行径 我一概装作不知道 我现在的生活 简直不能更开心 工作简单 存款大把 家务阿姨全包 周末我就带着孩子游玩吃大餐 长点的节假日 就带孩子回娘家看爸妈 我给了爸妈很多钱 告诉他们不用社不得花 注意身体 好好享福 至于我的公婆 我时不时会带孩子去公婆家吃饭 二老疼小孩 每次看到小孩都很开心 至于吕永 我和公婆都不聊他 大家都心照不宣 我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多久 我也不愿意去想 除了孩子和我爸妈 别人的事情 我都不想管 但是很快 我就知道 这种日子要结束了 我和吕永的婚姻 即将走到尽头 有风言风语 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吕永的一个情妇怀孕了 我一改以前 对她的是做事不理的态度 我找了私家侦探 得到消息 吕永确实有一个情妇怀孕了 姓徐 我坐不住了 根据现在的法律 私生子和婚生子 同样拥有继承权 吕永有很多情妇 但是她都没让他们怀上孩子 除了这个姓徐的女人 我可能大概知道 吕永下一步要做什么 而我丝毫不慌 我期待那一天快点到来 不得不说 我真是搞不懂这个姓徐的 我收到她给我寄的 她和吕永的亲密合照 好家伙 直接捂到我面前来了 徐女士是第一个 我要是再猜不到 她想做什么 我都白涨这些岁数 吕永绝对给了徐什么承诺 比如让她进门 所以徐女士坐不住了 她等不及了 仗着怀了吕永的孩子逼宫 她要逼我无法忍受 然后主动提出离婚 好让她顺利进门 我不可能主动提离婚 我要想离婚何必等到现在 徐女士是有些手段的 看我无动于衷 她开始和吕永闹了 吕永微信给我发消息 说她要回家 和我谈点事情 正值暑假 孩子送去我爸妈家晚 阿姨我也给她放了一个小假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静坐等待吕永的到来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吕永来了以后 在我对面坐下 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这个 离婚协议 我希望你能签字 前方面 我不会亏待你 咱们都体面一点 这是吕永说的第二句话 我不同意离婚 我看着桌面上的离婚协议说 吕永有些意外 估计她想不明白 我不同意的理由 因为这几年 我们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 她不会认为我对她余情未了 所以她如何也想不明白 我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理由 我们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吕永 我的语气有点失落 你不要和我离婚 离开你我过不下去的吕永 我知道你不爱我了 但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在外面怎么样都行 但是不要和我离婚 说完我已经哽咽了 你 你别这样 这样没意思了 你想怎么样你说 我尽量满足你 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你要签字 吕永很是无奈 他不想和我纠缠 我忍不住流泪 哭着说 你多久没回来了 你一回来就说这个 你太过分了吕永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吗 对面的吕永更加疑惑 他已经被我整猛了 他沉默地看着我哭 听着我语无伦次的控诉 我没想做决定 你再好好想想 前方面我不会亏待你 条件你也可以提 总之想好了快点签字 别哭了 我还有事 走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 吕永就离开了 我擦干眼泪 给自己倒了杯水 润润嗓子 然后看都不看 直接收起桌面上的离婚协议 准备下一步计划 第二天 我去单位上班 皱着眉头套拉着嘴角 旁边的同事 关心我一两句 我就开始大哭 我说吕永要和我离婚 他要娶别的女人 他不要我了 我要怎么办 我不能没有他 我哭的动静很大 办公室的同事都来开解我 无非就是他都这样了 你还要他干嘛 拿着钱带孩子好好生活 这种人不值得留恋 我抽叶着 也不说话 一副什么也听不进去的样子 同事们见我不再哭闹 给我倒了水 离开了 经过我在办公室这一哭 吕永要和我离婚 娶别人这事 在我们的圈子里传开了 体制内圈子很小 什么消息一下就都知道了 领导见我情绪不好 让我请假几天 回去看看父母 我请假了 也确实想去看爸妈 但是我想看的不是我爸妈 是吕永爸妈 从中午开始 公公婆婆就开始轮流给我打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我看了一眼婆婆给我发的微信 她说 让我不要太伤心 对身体不好 让我接电话 他们想见见我 他们说帮我骂吕永 午睡起 我回了婆婆的微信 说一会去看看他们 我自己开车去了公婆家 我进门的时候 看到在客厅坐着两公婆 还有吕永 吕永竟然在意料之外 我开始酝酿情绪 但是有点难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但就是不掉出来 婆婆拉着我在她旁边坐下 接着一直没有人 说出第一句话 场面一阵沉寂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吕永率先开口 他盯着我 语气不善 他话没说完 我知道他想说的是 我为什么动不动就哭 我压根就不是那种爱哭的人 这个他是知道的 但是吕永这句话 在公婆耳朵里 是另一个意思 公婆以为吕永 对我这副死缠烂打的样子 无法忍受 闭嘴 公公大喝一声 给我吓了一跳 眼眶里眼泪成功夺矿而出 旁边的婆婆 时刻注意着我的情绪 一见我的眼泪 更是握住了我的手 安抚我的情绪 我抿了下嘴巴 开口带着哭腔 爸妈 吕永在外面有人 我是知道的 我没有关系 只是我从来没想过 要离开他 我真的不想离婚 我以为这么长时间 我装作一切都不知道 我和吕永 就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可是现在 吕永不要我了 他要和我离婚 他想娶别的女人 婆婆一直握着 我的手没放开 他看着吕永 语气有些冲 这么好的媳妇你不要 你要离婚娶别的女人 你真是不知好歹 小徐怀孕了 我要娶她 吕永这句话的威力 不亚于加强版鱼蕾 场面开始混乱 公公抓起背后的抱枕 就往吕永脸上砸 婆婆也过去往吕永身上招呼 你怎么能做出来这种事情 公公气得说不出来后面的话 婆婆不停往吕永身上打 吕永也不躲开 吕永也不躲开 任打 婆婆边打边骂 你太过分了 吕永 我们有教你这样做事吗 我们是这样教你的吗 你是不是人呢 吕永 公婆年纪大了 我担心情绪激动 影响身体 我过去拉开婆婆 让婆婆不要再打吕永 我拿起桌上茶杯 劝公婆喝点 平复一下情绪 过了一两分钟 大家都平静下来 我开口了 吕永 我同意离婚了 我的语气说不出的疲惫 吕永突然看向我 他没料到 我今天会突然同意 确实 按照我的计划 我最后会同意 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但是不是在今天 看着公婆的样子 我于心不忍了 我们自己的事 还要惹得二老担心 算了 就这样吧 婆婆欲言又止 没说话 我答应签离婚协议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孩子归我 分我一半财产 我对上吕永的目光 补充道 你说的 我可以提条件 就这两个条件 你答应了 我就签字 好 我答应你 你可以签字了 吕永扔下这句话 夺门而出 爸妈 我和吕永没有缘分 走不到最后 我不怪他的 感谢爸妈这些年的照顾 学校放长假 我送宝宝来陪你们 我没有说很多 婆婆看着很是难过 我不敢说太多了 回到家 我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吕永 外面有人 我要离婚 等我忙完再去看他们 这个消息 一定会让爸妈担心 我很清楚 但是我不想瞒着他们 我和爸妈说好 先不告诉孩子 让孩子好好过个暑假 之后 我再亲口告诉他 我签了离婚协议 如吕永所愿 相应的 我也拿到了我想要的 真是两全其美的结局 我回单位办了离职手续 和同事们告别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可怜至极的女人 吕永就是那混蛋 从恋爱到新婚的甜蜜 他们亲眼见证 现在我被赶出家门 辞去工作的落寞样子 他们也看在眼里 同事们和我说了 很多宽心的话 让我以后好好生活 祝我一切顺利 我叫了外卖 请全单位的同事喝咖啡 然后带着全部存款 和重要证件 离开了此时 我来到S市 秦婉来接我 我和秦婉是多年的好友 从初中一直好到现在的 她是我最信任的人 之前吕永第一次和我提离婚的时候 我就告诉秦婉 我的婚姻快要走到尽头了 等我结束这边的一切 就去S市找她 秦婉是不婚族 有男朋友 秦婉大学毕业以后 开始做瑜伽教练 现在再次开了两家自己的瑜伽馆 偶尔给会员上课 秦婉想把自己的品牌做大 继续扩电 我便代资入股了 她的第三家瑜伽馆 大老板还是她 我是二老板 S是不比Z是浮躁 适合慢节奏生活 孩子暑假快结束了 我回了一趟爸妈家 亲口和儿子说了 我和吕永的事 孩子没有特别的反应 毕竟吕永确实没有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 孩子对他感情很淡 我告诉孩子 我现在住在S市 我问他想在哪里读书 他说想在姥姥姥爷那读书 我同意给他转学到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 然后告诉他 只要他想 我随时可以帮他转学到S市 和我一起生活 还有放长假 我会来接他 安顿好孩子 我自己飞回S市 我在S市买了一套小两层 二手 原房东是勤晚男友的朋友 房子一过手 我就住了进去 没有再改装 原因嘛 只有一个 那就是原房东审美极佳 整间房子的装饰和布局 我看了第一眼就确定要了 我对这座房子一万个满意 一进门是个小院子 摆了不少绿植 生机勃勃的 让人心情舒畅 穿过小院是个会客厅 会客厅有一面巨大的透明落地窗 窗外是摆满绿植的小院 白天的时候 阳光透过落地窗 撒满会客厅 特别敞亮 一楼有两个房间和厨房 每个房间自带浴室和厕所 二楼只有一个房间 外加一个大露台 露台也有绿植 我观察过 和一楼院子的还不一样 露台和房间不挨在一起 由一条小廊隔开 露台有一个秋千 我睡前喜欢倒杯酒 去露台坐着吹风 看星星 看高高的楼房 看远处的灯火 我在网上下单了一套藤桌椅 这套桌椅 是我给新家添的唯一的家具 送货车到楼下的时候 我请送货人员帮我把桌椅 放在二楼的大露台 这样我方便我以后 在那吃东西 看电影 至此 我就在S市安顿下来了 八 怕我无聊 秦婉经常来接我去馆里练瑜伽 通过秦婉 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大多是瑜伽馆的教练和会员 我知道 他们几个关系好的教练和会员 经常举行查话 秦婉也称多我一起 但我不好意思去 直到在馆里上了一个月的课 我和好几个教练和会员都相熟后 我开始和秦婉一起去查话 姐们表面身份是瑜伽馆教练和会员 私下身份是S市最大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各路八卦他们都知道 每次来查话 我都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的某一次查话 我吃瓜吃到了自己身上 从小月嘴里得知 身处Z市的吕勇 在和我离婚后 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接着被人带着挽起了股票 房产都挽进去好几套 身体也不好 查出肝癌晚期 徐在病房里闹着要和他离婚 离开Z市再次听到吕勇的消息 竟然是这样的消息 我不禁感叹命运弄人 那之后再没听过吕勇的消息 今年是秦婉的第三个本明年 他邀了十来个朋友 在他家院子里烧烤庆祝生日 我给秦婉送了一份大礼 某牌的稀有皮包包 秦婉打开盒子大叫一声 然后冲过来捧着我的脸 大亲一口 朋友们哈哈大笑 秦婉的生日派对进城已超过大半 几位男士将院子收拾干净 我们转场 来在室内喝酒聊天打牌 秦婉男友在斗地主 秦婉趴他身上给他当军师 看到秦婉和男友如此恩爱 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 他俩谈了八年 一如既往的幸福甜蜜 他们不结婚 说好要谈一辈子的恋爱 走吗 我送你 聚会结束后 小胡问我 小胡就是秦婉男友的朋友 我那小两层的原房东 因为读书的时候 跳了两级 成为秦婉男友好友圈里最小的 因此得名小胡 他走 不等我开口 秦婉就替我回答了 一帮朋友要回家 秦婉和男友出门送 那走吧 小胡帮我打开付架的门 喝了点酒 加上在室内待得久了的缘故 此时我只想打开车窗吹风 所以我就那样做了 夜晚的风微凉 轻打在眼皮上 困意渐渐袭来 车停 小胡给我解开安全带 问说 有一朋友在金阳街开了家餐厅 看着很不错 明天约上 秦婉他们一起去 好啊